Hello 我又來到 今天不同了 今天是賣廣告時間 又是一個很偉大的香港人發明 那個就是我 講一下這個產品 為何我可以值得這麼囂張 為何推介給大家 不好的說給你聽 都給你笑我 我叫它超級消毒藥水 市面上這麼多消毒藥水 你又消毒藥水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叫它超級消毒藥水 那它究竟有多超級呢 很簡單 所有消毒的產品 你會問它 喂 多久殺菌 有些又說6秒 有些說30秒 有些說2分鐘 當然看你殺什麼細菌 是不是 你普通的細菌 你不殺它自己的死 那些都不要說 我們說金黃色葡萄菌 周圍都有 通常這些都是幾秒到1分鐘 看它的含量 現在我手上這一枝 你覺得奇怪 細細枝 沒錯 這枝是超濃縮的 那你就會問 我又沒有細菌測試機 細菌那麼細 我又看不到你說你殺菌 對不對 一個 theory 很簡單 沒有細菌就沒有臭味 所以我用來噴口罩 一噴口罩 一秒鐘 我沒有香水味 沒有加色素 沒有加香精 沒有加香料 你會發現你口罩的口水味 沒有了 甚至乎有些人用來噴什麼 噴這個位置 我不當它有糊味 一般男人都有汗味 噴兩三下 立即一秒鐘 人肉測試機 側頭去問一問 包你的味道都沒有了 那為什麼 沒有細菌就沒有臭味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為什麼我今天推介這個 第一 我們叫便攜裝 25ml 它寫了25ml 我入日就用40ml給你們 這樣 放在手袋 褲袋 為什麼要經常戴上 第一 噴手 第二 最重要是噴口罩 為什麼你噴口罩 我戴口罩還要噴? 絕對的 我們叫加強了防護 戴了口罩 你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 不會有新冠病毒 細菌無所謂 食消炎藥你可以治療 新冠病毒入醫院 要隔離 隔離多久 你問我 我怎知道你中了多深 總之隔離到你再驗的時間 幾次都是呈陰性 就放你走 好了 我們的口罩 你會看到有什麼 N95 N99 什麼叫95 什麼叫99 什麼號碼 其實就說 它可以阻隔到95% 或者99%的金黃色葡萄菌 我講了 你更厲害的N99 這個口罩的孔 我們這個孔徑 好像沙姬一樣 孔有多大 你不能呼吸 密封 這個孔徑是0.5微米 你可以上網查 我講的數據 全部都是網上的資料 0.5微米 然後你再看看 新冠病毒的體積 多少 你會發現 它會寫0.11微米 即使我戴了口罩 都不能百分之百 抗到病毒 對的 袁教授也說了 在香港大學裏做了 白老鼠 A白老鼠 傳言給B白老鼠 帶了口罩的老鼠龍 你戴了口罩 你只能擋到三分之一 你還有三分之二機會 即會中的 66.67% 將它近距離噴兩三下內外 第一 沒有了口水味 第二 起碼維持有24小時的抗菌 以及抗病毒的功能 即使當你在街上呼吸的時間 大吉利是 你都不知道誰感染了 當你撞到 空氣流通的期間 你都可以阻擋 我不敢說100% 100%保護你 但肯定大大加強了 防疫抗菌的功能性 你在銀包、手提電話、口罩、玩具 你有空沒事 噴一下手都可以 噴多就不會壞 無刺激性 零毒性 零過敏性 裏面的主要成分是一些抗微生物劑 抗微生物劑最好 連細菌、病毒都可以搞定 我今天就推介給大家 這個米高杰 25毫升的 便攜裝的 濃縮版的消毒藥水 噴在哪裏都沒問題 總之有噴好過沒有噴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Thank you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